现在是12点多了 刚回来 猪妹妹 哥哥呢 不知道 来把东西放一下 作业都带了吗 带了 好 你在裙里面 在啊我在裙里面 这里东西放一下 懒得放后备箱了 一点点东西 五一假期嘛 我们回广东 顺便带小孩子回去 看望向外婆 哥哥还没有过来是吧 嗯 你不知道他去哪 那我给他发信息一下 好了 哥哥也过来了 上车了 车子都是黑层 懒得去洗的 等一下我再把那个座椅 搬上去一点点 这里买了水果 你想吃哪个就拿啊 你专门拿一个袋来装垃圾啊 有香蕉还有握干 握干 这个装垃圾的 拿一个袋来装垃圾 嗯 我把前面的这个座椅条上去一点点 然后圆圆就比较好做一点 抹一下推一下 对了 好 看一下走的是哪一条路线 370多公里 现在是12点半了差不多 出发 今天的天气有点凉爽哈 没有出太阳 不过穿短就好凉快 到服务区了 去上洗手间 然后把油加满就回去 那个你要吃什么吗 走走走那走嘛 快点啊 先去上洗手间 上完洗手间再买东西吃 啊走 看车啊 两个不解不解就长大喽 嗯好妈妈去接看车 你你坐在那等妈妈啊 OK 哥哥你还不放条料 还在那里捞啊 放到垃圾桶就得了 我们都搞好了 你还这么摸 你调料你的还没放 等一下就可以吃啊 好像你没有 好久没有看到外婆了吧 就是去年过年到现在回去 是不是 时间过得好快啊 想不想外婆 想吗 肯定不 我想看再想一点 想看一下小姨的妹妹啊 小姨生的那个妹妹是没 好嘞 大姨那个带去东莞了 他们晚晚去东莞读书了 去东莞上业儿园了 东莞上 嗯 还记得东莞是哪里吗 记得啊 啊 就是去小舅那里 叔婆那里 就在东莞 怎么去那里工作的 那要在那里上班啊 又没有人带他 只能去那里读书了 一边上班一边带带他呀 那他们不回来过年吗 离过年还远呢 现在农历才是 三月份 离过年还有好久呢 那我问你 三月份过年了 是不是 其实以前都是在这边过年 然后过完 然后呢 你收完红包就 过去外国那边 是吗 对呀 以前都是两边 在两边收红包哦 哦 你盖起来啊 别人不熟的不 盖起来闷一下 你看 你自己都露了一个地方 哦 露了一点点没事的 他等一下就熟了 嗯嗯嗯嗯 好热 好马上启动车子去加油先 快点快点 哎呀 还有290公里才到外婆家哦 哎呀 现在是快两点钟了 急什么 等一下我开车 你们就睡觉就得了 你看 这是我第一次啊 开油开到这么低的位置 然后现在去加油哈 回外婆家了 妈妈在开车 啊 你们要乖乖的哦 知道咯 人格在睡觉 哈哈 妈妈还没饭了吗 妈妈 现在下午的4点多了 还有140公里才到家 在凉田收费站下高速 现在这个点下雨来了呢 打了一下雨啊 菜口务器这里停着 哗啦啦的雨水 差不多6点钟了 回到这个石脚镇上了 然后去买一点东西买点菜什么的 买了这个饺子来吃 你要回去 回去还要炒菜 小妹已经拿鸡去做 鸡蛋面子叫人家杀了 外婆杀好鸡 给你们的汪 大家炒菜吃啊 那小女孩说 那女儿还在讲呢 回到春路口这里了 在这个小麦铺这里 她们两个去买零食了 都得等一下她 小妹刚从街上回来 拿东西下车了 叫大哥帮忙拿东西 回房间里面放 乖乖的 我把那个车上的垃圾丢一下 两个在小麦布那里买东西 走路回来了 哥哥呢 买了什么好吃的 你买了东西 我叫舅舅拿回去房间了 大舅舅 三哥 变胖了吧 叫舅舅 舅舅 长胖了有点三哥 帮我洗卡子那时候 跑到垃圾桶了 这三哥去丢垃圾 我就先进去炒菜 她走路还是挡着眼睛的 我们在厕所在哪里啊 哈哈 那你回家上了 回家上 你回房间吗 你帮我把包包拿回去先吗 我跟小姨搞菜先 等下搞的叫你们下来吃饭 那你快点跑回家里面去上厕所啊 妈妈剪了头发了 先来搞菜先 好给你先暂时冲凉了 妈妈要先回去洗澡 娘妹 小妹再来洗锅 把菜搞一下 我们就吃完饭 这是鸡肉 拿去街上叫人家刷好 砍好再拿回来 妈妈的豆角 番茄 这个山药 妈妈的兔鸡 下面那里还关有一点 看她是什么呀 这好不 还长很多我 她个头发都长了 你自己剪很没来呀 人家脑子发的呃呃 你看自己剪很没来呀 胡子又长长了 没人给她里头发自己剪了一刀 我弄老婆 又讲她没老婆 那么小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了 我要去搞餐钱啊 小妹负责洗 我就负责炒哈 拜拜